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蛮可爱一下的 我告诉你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个基督徒 他们全部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 你知道吗 突然间敬拜赞美的时候 他突然间他看到教堂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就在那个时候他敬拜赞美 闭着眼睛一开的时候 哇 他突然间看到耶稣就挂在那个十字架里面 你知道吗 每个人对他敬拜赞美 欢呼欢呼 哇 他的心就开始很开心 他心里就想 哇 耶稣啊 如果你让我在那个十字架上面 全部人都敬拜我赞美我 多么开心啊 让我人生也有一次这样的体会吧 哇 他开始做这样的祷告 你知道他眼睛一闭上的时候 一开起来 哇 他自己在十字架上面 哇 看到所有的人敬拜赞美他 他很开心 开心的不得了 结果耶稣就在他的耳旁就告诉他说 你要记得 我今天让你来赏识一下 被尊重 哇 被高举的那个滋味 不过有一个条件 我还没有回来之前 我现在要出去 你不能够下来 这是第一个条件 他就OK 因为很值得很值得 等一天都没关系 第二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必须要赞美你的立场 不能够下来 不能够参与 就只能够在十字架 绝对不能够下来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我完全顺服 那好了 那我去离开了 那耶稣就离开了 你知道吗 哇 敬拜赞美 他很开心很开心 完了 全部人走光了 他还在上面 不过没问题 很享受 很享受 你知道吗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人 跑来的教会 跪在地上 哇 跟上帝讲说 上帝 谢谢你 谢谢你 哇 让我赚了很多的钱 哇 这一定是你给我的祝福 你知道吗 一讲完了 这个人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这个人走掉 他就留了一个皮包 在教会里面 整个皮包都是钱 不过他忘记拿 他就走掉了 你知道吗 他想要告诉那个人 你的皮包忘记拿 神说什么 不准下来对不对 也不准下去对不对 他就站住了 算了算了 等一下他会倒回来拿了 没关系 算了算了 算了 忍住忍住 不可以下去 他就不下去了 过后 我告诉你 又另外一个人 又跑进来教会了 他就跪在地上 他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 上帝啊 我这一生我都侍奉你 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 知不知道 我只想说 在我年老的时候 让我有一点点的钱 能够安稳 让我有个安全感 能够照顾到我的老伴 所有钱 我已经足够了 不需要太多 一讲完他的手一摸 摸到一个皮包 一开来看 哇 全部是钱 上帝 你真的从天上 把钱掉下来 哇 他开心的不得了 你知道吗 他开心的不得了 你明白吗 他要把这个钱拿走了 你知道吗 他就把这个钱拿走了 站在上面的脚 告诉他 不是他的钱 不是 不可以讲 因为上帝讲说怎么样 你不准下来 他也没有下来 你知道吗 好了 过后第三对又进来了 来了一堆群里 这堆群里怎么样 他们马上要结婚了 他们结婚了 他们准备下个礼拜 要去奥西勒度蜜月 这次他们打算做大龙船 从龙船从马来西亚 坐到去奥西勒 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旅程 所以他们就在那边祷告 神啊 谢谢你 把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体 祝福我们去奥西勒的旅程愉快 哈利路亚 还没有哈利路亚 手印拿上来 忽然间有个手扣 卡卡住他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个人去报警 警察就来了 就讲什么呢 这个时间没有人来教堂 只有他们两个 肯定他们两个拿了钱 你知道吗 要把他们两个关进去了 你知道吗 哇塞上面那个 我告诉你终于忍不住了 你知道吗 他赶快从十字架里面 飘下来 跑过去告诉那个警察 警察你完全误会了 我告诉你 这两个人只是来祷告 你知道吗 他们下个礼拜还要赶坐去做轮船 你知道吗 不是马上坐轮船 不是下个礼拜 我讲错了故事 马上要坐轮船了 马上就要去坐轮船了 所以你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 那么潜水呢 潜刚才也是一个误会 因为那个人以为天上掉钱下来 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人住在哪里 我带你去 你知道吗 好结果真的带了那个人去 那个人说 既然不是我的就给回你嘛 所有事情都settle了 你知道吗 哇那两对夫妻赶快去码头去坐轮船了 走啦 你知道吗 一切都解决完了 哇他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回来了 耶稣就问他 我刚才是不是告诉你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下来对吗 是咯 那干嘛你都下来 耶稣你不知道 我帮你摆平了多少次 你知道吗 如果刚才我没有下来 这两个夫妻关在监牢 哪里有的去度 没有 并且那个我告诉你 以为是他的钱 他用错了人家的钱 等一下麻烦了 还不起啊 我告诉你 那个那么辛苦 你祝福他赚钱的 结果我告诉你 赚的钱给人家拿到碗了 好彩有我啊 然后耶稣就告诉他 你知不知道 第一个我叫他不要去赌博 他跑去买万字 结果撒旦给他中了一笔钱 我就是故意要让他不见了 你这个人真的是 福建化叫给伯 第二个我看到他人生过得那么苦 你知道吗 我就让他赏识一下 从意外掉钱下来 看到能不能够做一个好管家 你这个人就跑去那边 我把他弄乱掉 第三个我告诉你 这两对夫妻是我错成了 要他们两人成了一体 你知道吗 不过我知道 龙船等一下就沉船了 我不想他们上船 结果他们上了 你破坏完我的东西 那个人看着耶稣 我想告诉你 这是一个笑话的故事 不过我想告诉你 从这个故事 我想带出个意义 你知道吗 跟你旁边来讲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神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从外表来看 我们看不到 你明白吗 我们觉得应该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才对 但是我们看得不够远 我们看得不够深 但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现在 现在 永在的神 他看得远 他知道 他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我相信当你认识主 一段时期以后 你忽然间会这样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的 你才明白什么叫做原来是这样 Amen Amen 所以我想先打破你一个观念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而成为基督徒 蒙福在哪里 我们整个系列 今年主要我们就回落着 丰盛的生命 要进入丰盛的生命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也确实很简单 我怎么讲呢 因为很不简单就是 每个人都想丰盛 怎么样才能够丰盛 是不是很不简单 对不对 很简单的就是 你信就有了 Amen 你跟你旁边讲 信就有了 但是你偏偏不信 因为你在上面里面 看到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 你没有看到 哎呦 那个又不是他的钱 那个又关心见到你看 你有没有想到 你就是那个主角一样 今天想跟大家讲 神的公义 好不好 神的公义里面 包括了人的公平 Amen 你讲不公平 神看来很公平 怎么样公平 我告诉你 你看不到 当时耶稣看了见 Amen 好 在春世纪第45章 第7节到第8节 好不好 这次聪明一点 你们连给我听 Amen 这句圣经是在什么时候讲的 这句圣经是 约瑟在跟他的那群兄弟讲的 他讲什么 原来我今天能够来到埃及 不是因为你们 这是神有旨意在我的身上 为的就是要拯救我的全家 所以这是一个经典来的 我把这个故事 从开始到后面来告诉你 好不好 我用讲故事的方法 不然我告诉你很多经文 你读到来 好像很长 好不好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从创世纪里面 约 雅各 就讲到雅各 他的整个的家族里面 好 雅各 他最爱的孩子 名字叫做悦瑟 你知道吗 他就跟他的哥哥们 全部住在一起 雅各 我告诉你 总数有12个孩子 12兄弟 全部住在一起 但是雅各 他是特别特别的爱悦瑟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悦瑟是不一样的 悦瑟的妈妈 有一点不一样 我告诉你悦瑟的妈妈 是怎么样不一样呢 原来雅各 一开始一点钟情 看到悦瑟的妈妈 他就喜欢上了 所以就跟他的岳父讲 我要娶你的女儿 我告诉你 结果悦瑟 悦瑟的那个妈妈 他的应该是叫外公 外公 就跟他说 你要娶我的女儿 可以 你要为我工作7年 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所以雅各就很群劳 去为他的岳父做工作 做做做做 为了岳父做工 做了7年 7年后他讲我终于可以娶老婆了 当天晚上他就娶老婆了 你知道吗 结果娶老婆的时候 一拿开东方的时候 一看 惨了 做什么娶错了 我明明就要娶娜姐 怎么突然间娶到他的姐姐 你知道吗 原来他的岳父很坏 先把大女儿嫁出去 因为大女儿不能嫁 你知道吗 骗瑟跟他做工作了7年 把大女儿嫁给他 小女儿收住 哇 所以瑟瑟很生气 瑟瑟去问他说 不是瑟瑟很生气 那个雅各很生气 去问他的岳父说 岳父你搞什么 我跟你做7年 你说要把你小女儿嫁给我 怎么是大女儿 哇 这个老钱来的 你知道吗 他就怎样跟跟雅各讲了 雅各在我们的家里是这样的 老大没有出嫁 老二不可以出嫁 所以你一定要取得大的先才可以取小的 那怎么取 再做多7年 骗他公家多7年 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 雅各是很辛苦 很辛苦才取到拉结 你知道吗 结果我告诉你 大的生了 你知道吗 大的仆女也生了 以前他们有买一送一的 你知道吗 现在男人你想都不要想 阿们 以色列时代有一种买一送一 你知道什么叫买一送一吗 就是你娶那个主人 那个主人旁边的那个 那个悲女也一起嫁给你 这个叫买一送一 好不好 你告诉你旁边不好 神说一夫一妻 你不要说好 你知道吗 结果我告诉你 这个生那个生 这个生就是拉结没有的生 你知道吗 到拉结后来生了约瑟出来 哇 我告诉你 雅各很开心 很开心 所以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的 爱这个女儿 这个孩子呢 特别特别爱这个孩子 所以他就给这个孩子 做了一个大的衣服 大的衣服 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又很听话很听话 没有什么不听话的 听话的孩子每次怎么样 希望父亲的赞赏 对不对 很希望父亲的赞赏 就会做什么事情 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每次把他的哥哥们的恶行 告诉他的爸爸 哇 你看大哥做错什么事 二哥做错什么事 爸爸也很开心 这个是成功的赢债 你明白吗 好 约瑟就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 约瑟在这个家庭里面长大 好 那么我告诉你 有一个晚上 约瑟他就发了一个梦 请问一下发梦有错吗 你跟你旁边讲发梦是没有错的 发梦是没有错的 他就发梦了一个河滚 就是那个中了道的那个河滚 绑住了的你知道吗 有一个 其他的河滚全部向他归拜 哇 这是他的第一个梦 他又发了第二个梦 第二个梦就是什么 太阳跟月亮 还有十一个星星 哇 也向他寄功 请问一下 发梦有没有错 再告诉你旁边发梦没有错的 没有错的 没有关系睡觉就发梦了吗 发梦没有什么特别对不对 他发了两个梦 他也没有做错事 我告诉你他完全没有做错事 约瑟没有做错事 约瑟只是发生了两件事在约瑟的身上 第一 约瑟是他爸爸很爱的 你们爱不爱你们的儿女 爱我告诉你爱的不得了 爱到有时老婆会吃醋 你讲爱不爱 没有错 没有错对不对 发梦有没有错 没有错对不对 不过很可惜 因为这两件事情 他的十一个兄弟开始怀恨在心 等着有机会要报仇 他没有做错事 好了有一天事件终于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那有一天 以色列就是雅各 雅各另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他改了个名字叫以色列 他就跟他的十一个孩子讲 你们去牧羊 他们是游牧民族 他们去牧羊 后来他们跑到哪一个地方去牧羊 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事件 事件这个地方去牧羊 雅各我告诉你 因为孩子去了事件牧羊 哇他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你跟我讲说 牧师啊 你讲的故事好像跟圣经也没有出路 有啦 因为圣经没有讲跑来跑去 我有讲跑来跑去 为什么会有出路 你知道吗 我今天想强化你看圣经 跟你旁边讲 看圣经要活一点 你要想一想当时雅各的那种担心 跟他为什么会担心 你明白吗 我大概告诉你故事这样的 如果你是看创世纪 你去看第34章 你会发觉到原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但雅各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就是带着羊群跑来跑去 跑到一个地方事件的时候 你知道吗 雅各有一个女儿 那么以色列的家族里面都记男孩子 女孩子没有什么写的 这个女孩子发生事情才记载在圣经 有点可怜对不对 那么他的那个女儿叫做迪娜 你知道吗 迪娜给当地的人 给当地的人侮辱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件事情 让雅各的家里非常的不开心 你知道吗 当迪娜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这个侮辱她的是真的很爱她的 我就拿了拼金 拿了所有的东西 去跟雅各讲 不如你把你的女儿嫁给我 我们好好的对待她 那么以后你们的人来到我们的地方 可以娶嫁我们的儿女 我们可以互相的做生意 我们会保护你各样各样 来求她的爸爸 我的孩子也做错了 不过她真的爱你的女儿了 把你的女儿嫁给我嘛 他们在商讨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告诉你 雅各的其他的孩子全部听到了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们竟然欺负我的妹妹 你知道吗 结果好 他们就做了一个计划 好 我们就准备把妹妹嫁给你 不过我们是犹太人 犹太人全部要行各礼的 所以你们全部的男丁都要行各礼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我告诉你 事件跟他的爸爸 就跟全村的男孩子讲 我们全部行各礼 结果全村的人都行各礼 行各礼的第三天的时候 就是受伤还没有复原的时候 不能跑动的时候 雅各的孩子们 把他们每一个男孩子 全村的男孩子 全部杀光 为他的妹妹报仇 狠不狠 非常的狠 好了 十多年后 他的这些孩子 倒回去那个地方 牧羊 如果你是爸爸 请问一下你担不担心 担心吗 担心是不是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对不对 所以圣经没有写我 可不可以想 这个应该可以想对不对 结果他跑来跑去 跑来 不行了 不行了 等一下万一杀了 有三个还没有死 报仇怎么样 有四个还没有死 报仇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他赶快的叫约瑟来 约瑟约瑟约瑟 想想还是不对劲 你去看看你的哥哥们 有没有事 约瑟也愿意去 请问一下约瑟爱不爱他的哥哥 约瑟爱啊 结果约瑟去到世间的时候 他们不在哦 不在怎么样 不在就回家了 对吗 没有约瑟没有马上回家 约瑟去问当地的人 你们有看到我的哥哥吗 当地的人告诉他 哦 他们跑去的那个地方叫做多坛 结果他就去找他们了 你明白吗 基本上约瑟有没有做错事 没有做错事 约瑟有没有爱他的哥哥 有啊 爱他的哥哥啊 但是约瑟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哥哥们看到约瑟来的时候 他们讲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看那个做梦的来了 那个发梦啊 发到我们都要跪拜他的来了 现在我们怎样 我们把他杀掉 哇 他们趁机会 爸爸不再要杀掉 你知道吗 杀掉他 把他丢去洞那边 那个山坑那边 然后用一些血弄他的衣服 然后告诉爸爸说 他给野兽吃掉 哇 你看他们够不够狠 我告诉你 这几个兄弟都狠得不得了 一就是杀人家全村的人 现在要把自己的亲弟弟杀掉 你想狠不狠 狠得不得了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了 后来他们想想看 哎呀 还是不要了 不可以了 不要杀自己亲兄弟的血 我们用另外的一个方法 你知道吗 另外的方法就怎么样了 他们挖了一个坑 把月室挑进去下面 然后怎么样 刚好当时有米店的人经过 当时有米店的商人经过 他们说干脆把他卖掉 把他卖掉 你知道吗 把他卖掉还有钱啊 我不错一下 不杀哪来卖还有钱啊 杀了没有钱啊 对不对 你说他的哥哥坏不坏 坏得要命对不对 坏得要命 好了 于是就把他卖了 卖了多少钱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28章说 讲定了20克勒银子 今天以色列人用的钱 还是用14克勒 24克勒银子 我这样请问你一下 约瑟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他们不想杀他 随便把他卖掉 我这样请问一下 如果你家里有不要的东西 随便卖掉 你会怎么样卖 便宜一点卖啦 兼卖啦 随便拿给你 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啦 对不对 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说 约瑟被卖20克的银子 我为什么叫大家注意20克的银子 因为主要的原因 当时市场有工价 什么叫工价你知道吗 这个是国家定的价钱 原是多少 油是多少 差不多是这样的 你们买吗 不能够乱卖 可以卖便宜 但是工价是多少 我告诉你 约瑟被卖当时合理的价钱 当时合理的价钱 其实男孩子卖20克了 你问我 牧师你怎么知道 圣经告诉我咯 好不好 圣经怎么告诉我 来我们一起来读 利未记好不好 利未记27章第5节 一起读来 若是从5岁到20岁 男子你们要古定20克了 当时约是17岁 17岁是不是5岁 5岁到20岁之间 对不对 所以也没有贱卖 没有贱卖 女子古定10克了 你看女孩子便宜 一个男孩子一半 以前的人真的是中男轻女 绝对没有错 好 你看 我相信 神知道 约瑟被卖 Amen 知道吗 知道 但是神不但知道 神还保守他 怎么保守他 你知道吗 这是我的人不准监卖 我的人来的你不准监卖 不错对不对 所以约瑟也没有卖到钱 有 我想告诉你 今天我想告诉你好不好 约瑟发现这件事情 上帝知道 但是上帝为什么让他被卖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真的要思考的问题 神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 这里没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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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 我们翻开提摩泰后书第二章十九节 好不好 提摩泰后书二章十九节 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 我们来读一读 提摩泰后书 好 翻到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提摩泰二章十九节 一起来读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阴基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 凡称富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这里没有我们重复再读来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着阴基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富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请问一下 主是不是认识谁是他的人 Amen 那请问下 约瑟是不是主的人 是 你问你隔壁的 那你是不是主的人 是 你告诉你隔壁的 我也是主的人 所以主认识约瑟 主认不认识你 你告诉你旁边的 主也认得我 那主如果认得你 主保不保守你 保守你 主也保守你 主也保守约瑟 但是为什么主让约瑟遇到这样的灶害 这就是今天我们真的研究的 你没有受过灶害 有啊 上帝知道吗 知道 那为什么上帝要让你受灶害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 Amen Amen 所以我告诉你 神有保守他 让他卖这个价钱 好 当然我就告诉你了 今天告诉你约瑟的另外一个故事 好 从此以后约瑟就被卖了 被卖了 卖给米甸人 米甸人把它卖给一个埃及的副会长 这副会长的名字叫做波提法 你知道吗 约瑟有个特点 约瑟的特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广东话是这么讲的 人间人爱 切斤切斋 棍材斋 你明白吗 就是约瑟这个人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看到他都喜欢的 你讲牧师你怎么知道 第一我告诉你 圣经一开始就讲了 雅各非常喜欢他这个孩子 是不是爸爸很喜欢他 对吗 然后这里就讲了 波提法又很喜欢他 是不是养金养爱切斤切斋 好了 那约瑟自从去了波提法的家以后 波提法非常的看上他 就告诉他说 以后我的东西全部都不理了 你帮我理得完就好了 我信得过你 他变成什么 他变成扎弗养 你知道吗 帮助波提法管理所有所有的奴仆 你知道吗 哇 每个人都尊重他 通常约瑟好料好料好料 就在这个时候圣经用了一个字眼 这个字眼是这么写的 约瑟生来俊美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那意思就是 约瑟像我一样 Hamson 我想请问一下 Hamson有没有错 Hamson没有错 我们这里很多Hamson 你看隔壁一家 是不是 这个教会Hamson 比较多一点点 Hallelujah Hamson没有错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他Hamson他就遇到一件事情了 因为耶稣很Hamson 他的老板娘看到他 就流了一点口水 你讲牧师 圣经没有这样写 我们看圣经 要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好不好 可以吗 现代的比喻就是流了口水 你知道吗 所以他的那个老板娘 每一天一看到约瑟就告诉他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 约瑟一看到他的手 一来的时候 约瑟就怎样 不要不要 你知道吗 不要不要 你看这个约瑟好不好 他是一个好男人好不好 他是好男人 那么他的主人又在 主人的太太又跟他讲这一招 你知道吗 结果约瑟讲了一句话 非常非常非常的经典来了 这句话是经典来的 我把它放在红色字 你知道吗 我们一起来读红色字的那段字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来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Amen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 约瑟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 你知道吗 他天不怕地不怕 绝对不敢得罪神 Amen 所以这里的男人 我希望你也像约瑟一样 不敢得罪神 Amen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太太在问我 我也没有注意到 不过有留意一点点 我是假装不知道 你知道吗 他告诉我什么 他讲中年的男人都很有魅力 你看看你旁边的中年有没有魅力 他的朋友也会问他 你不怕你的老公这么有魅力 到处去讲道危险 你知道吗 我老婆有一招很厉害 他知道什么 我老公有一个缺点 也是优点 我老公怕得罪神 Amen 这个很重要 只要你让你的老公怕得罪神 你就安心了 你知道吗 这个安全感比任何都好 很多人告诉你怎样 你只要再苗条一点 你只要sexy一点 老公就不会跑 这个骗人的 你让你的老公敬畏神 他不敢跑 不是不会跑 是他不敢跑 好不好 耶稣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点 看圣经要有想象力好不好 你看耶稣有没有做对 完全对对不对 完全对到完 好了 因为这样 老板娘得不到手 有一天 耶稣去到老板娘的房间的时候 老板娘又说 来啊 不要 老板娘就扯他的衣服 这个很凶 你知道吗 所以耶稣连衣服都不要 给你给你 我走我走 走掉你知道吗 老板娘拿到他的衣服的时候 有点不甘愿 赶快就跟其他的人讲 你看 那一个希伯来人 这是证据 来到我的房间 想引诱我 去他老公面前 告状 我告诉你当时的情况 你知道当时月社的身份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奴仆 奴仆 跟菲律宾工人 印尼工人一样吗 不一样 印尼工人 菲律宾工人 你试试看打他 明天头条报纸 你也带工人 有没有 会吗 还要坐牢两年 可能还要打鞭 对不对 奴仆我告诉你 他做到不好 你把他杀掉 好像杀了一只鸡一样 你明白吗 他的老板是波提法 是朝廷命官 你知道吗 是负责专门砍头的 你知道吗 他的太太如果真的给人家误入你讲 他会怎样 我相信了 照常理来看 他应该要把约瑟的人头砍下来 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了 约瑟的人头没有被砍 老板娘 我告诉你 也要做一点戏 对不对 所以老板要做一点戏 老板把约瑟关去监牢里面 所以我心想 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老婆也有一点问题了 他也大概相信约瑟没有做错了 但他总不能什么都不做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约瑟被老板娘误告 请问一下他有做错吗 没有做错 我只请问你看 从这两件事情里面 约瑟冤不冤枉 第一事情 他只不过是 爸爸比较爱他罢了 发了两个梦 他给人家卖掉 第二件事情 他只不过长得比较健身一点罢了 他给人家误告 也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从人的世界里面看很多事情都没有道理 好不好 不过我想告诉你 神的公义在人间 Amen 神完全知道这两件事情的发生 不过神却不管 神却让他发生 后来就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好了 约瑟被卖 卖去哪里了 所以约瑟是人间人爱 车间车债 棺材 可能会打开盖 为什么 因为宝刀送到建议的时候 医师长说 悦瑟非常的棒 医师长也很爱悦瑟 是不是去到哪里都受人家欢迎 Amen 这是他的品格悠赏 所以品格能够让你在高峰里面 手段能够让你在高峰很快跌下来 但是品格让你维持在高峰里面 那悦瑟我告诉你 他就开始去到医师长那边 和医师长同样的很喜欢 因为知道神与他同在 所以医师长就开始 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约瑟做 约瑟又做头了 你知道吗 好了 约瑟就是做头了 在军医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 约瑟里面 那个监牢里面 关了两个很重要的人 那两个人 一个叫做善长 一个叫酒镇 什么叫善长 什么叫酒镇 酒镇就是 王帝要喝酒 他调酒给王帝喝 他只要先喝一口 为什么 看你没有毒 死他死先 皇帝才不会死 你知道吗 所以很重要 对不对 善食是怎么样 专门煮那个 饭交给皇帝的雨渠 你知道吗 所以他要毒皇帝很容易毒 你知道吗 这两个都很重要的人 因为两个人都犯错 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面 关在监狱里面以后 我告诉你 这两个人他们就发了一个梦 每天晚上睡觉都发同样的梦 同样的梦 也没有很闲 有没有 以前我们都是这样 一发梦就怎样 找那个不万字 明天要买什么字 有没有 我们这个叫解梦 以前的解梦好不好 那他们的解梦有点不一样 他们就想说 到底我这个梦带来什么东西 好 我简单的跟你讲 我用简单的跟你 因为不然今天讲的经文 读圣经的话 你读不记 所以我给你看圣经 不过我用话告诉你 比较很快 对不对 好他就讲什么 他就讲说 他们两个人都发了一个梦 第一个他发了有三个字子都发了牙 你帮我挑来挑去 你按还是我按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ok 好就在这里 三个字子都发了牙开了花 然后上头有葡萄都成熟了 结果我告诉你 这个酒针就把它浪成了葡萄酒 你知道吗 拿给法拉王喝 哇 法拉王喝得很开心 哇 这是第一个 那个酒针发的梦 山长也发了一个梦 山长发了什么梦 也是有三个螺子 三个螺子里面都放了那个饼 放在他的头上 你知道吗 结果飞鸟跑去吃 我告诉你 如果你头上有个螺子 然后有饼官 飞鸟跑去吃 你都不懂 发生什么事 你的头跟你的身体已经离开了 所以你不懂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他们把两个梦告诉了约瑟以后 约瑟就讲说 哦 姐梦来之爷 我明白你们的梦了 他就告诉了那个酒针 就跟酒针讲 三天后 你会被释放出来 然后你做回你的官 哇 酒针很开心 他突然间想到 哎呀 我对你有恩 赶快抓紧机会 就告诉那个酒针 如果有一天 你恢复官司的时候 请你记得我 我是被烟网关进来的 请问一下 托付给自己帮助过的人 有没有错 没有错 对不对 期望他记得对不对 好 然后三掌又来了 他就跟三掌讲 很对不起 很抱歉 我必须要告诉你真话 你所发的梦就是三天之后 我告诉你 王帝要把你的人头落地 把它挂起来 你知道吗 三天过后 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三掌的头 下来了 酒针 果然倒回去他的原子 开始弄酒 给皇帝吃 棒的不得了 对不对 棒的不得了 九掌有没有记得 约瑟 很抱歉 九掌把约瑟忘记了 忘记了多久 两年 闭眼一开去两年 你闭眼一开看几年 感谢主 还好你还在 闭眼一开 又两年了 你知道吗 两年后 三掌有没有记得他 还是忘记 不过两年后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黄帝发梦 法老板发梦 法老板发了什么梦 法老板发了有气质 又瘦又丑陋的牛 从那个河边那边跑上来 又有气质很肥胖的牛 结果给那个瘦又丑陋的牛 吃掉 牛吃牛 听都没听过 所以我告诉你 法老板听了以后 都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了 又发梦了另外一个 那个中道的那个会子 你知道吗 这一只要烧毁 要焦的 另外七个就是很丰盛的 结果这个要焦的 我告诉你把那个丰盛的吃掉 所以说这是什么梦来的 奇奇怪怪的 因为皇帝发梦奇奇怪怪 每天晚上都同样的梦 紧不紧张 很紧张 对不对 他就赶快全国来什么俗诗 什么法诗 全部来全部来全部来 没有一个能够解到他的梦 怎么办 这个时候 九镇就有点紧张 九镇也知道 如果能够帮皇帝解木 有没有功劳 有 这个时候他才记得月色 你讲到坏不坏蛋 没有利益 不记得月色 现在有利益的 他记得月色 他就跟皇帝讲 皇帝你不用怕不用怕 月色好料 月色 月色厉害 哇 皇帝就找月色来了 月色就来了 而皇帝就把梦告诉了月色 月色就告诉他 皇帝 我告诉你 你的国家有七年的丰盛 七年里面你种什么都成长 好的不得了 不过 七年过后 你的国家有七年的积框 你们知道什么叫积框吗 积框就是种什么死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他讲你七年的那个丰盛 所以种来收来的食物 不够你七年的毁掉 因为多的时候我们浪费食物 吃乱乱丢啊 没有七年七年积框 怎样全部饿死 我皇帝就很紧张 那应该怎么样 很简单 七年丰盛的时候 你尽量控制食物 顺便减肥 这个我加上去的 把所有的食物送在梁仓里面 把它锁起来 七年过后 到处积框的时候 你就吃粮仓里面的食物 这个计划好不好 皇帝听到这个人厉害 去年十四年后的事情 也懂 这个人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皇帝就讲 全世界没有人像你那么聪明 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要叫你做宰相 哇 我告诉你 神让约瑟发那个梦 使一个河捆向他归拜 星星月亮跟他归拜 神就是告诉了约瑟一个异象 有一天你要成为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结果约瑟真的做了宰相 我现在想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从这个故事里面来告诉你 皇上请问你一下 如果约瑟 由头到尾都是在他的爸爸家里面长大 你知道约瑟是一个什么的孩子吗 圣经一开始讲到约瑟的故事就讲 约瑟是特别受他爸爸宠爱的 请问一下在座的父母 如果你的孩子由小到大都被你宠 会不会宠到一天他做了宰相出来 会吗 不可能吧 被宠坏的孩子无药可救 好不好 变成堵神就有了 变成宰相就没有了 我讲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神早就知道 如果约瑟在他的爸爸的手继续宠下去 他不能做宰相 神知道吗 神知道 所以神就让他的哥哥们把他卖掉 卖掉 你知道吗 让他不要在这个家 让他没有被宠 结果他被卖掉了 所以他被卖掉 神知道吗 神知道 不过神知道卖掉好 你知道吗 结果约瑟去了哪里 约瑟去了波提法的家 约瑟在家里是做什么 打他的哥哥们的小报告 那个叫小管家 好不好 管家学小学 去了波提法的家 管奴仆 管家学的中学 后来 老板娘误告他 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 但是上帝知不知道 如果只能管奴仆的人 能不能够做宰相 还是不能 做管家差不多了 做宰相能吗 不能 所以神怎么样 让他卖 让他卖 卖去监狱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 监狱里面管谁啊 管官员 管上帐 管酒阵 现在毕业了没有 管理学大学毕业 十一科A加 所以结果做了宰相 Amen 对吗 你看 我们的忆念 是不是没有神的忆念那么高 原来神让约瑟受苦 也没有道理 有道理对不对 你讲 牧师啊 这个是你推来推去 推来推去的 我不要跟你讲 推来推去 我们看约瑟怎么说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约瑟我告诉你 他医到了 他的哥哥们 有一天 饥荒 饥荒到了 饥荒到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的哥哥们 他们都在他们的地方里面 他没有饭吃 你知道吗 他们在犹太人的地里面 没有饭吃 他们要逃到去埃及 跟人家拿粮食 跟谁拿 全世界的粮食的人 只有一个 那个人叫做约瑟 但是他们不知道 这个就是他们的弟弟 你知道吗 他们来到他的前面 哇 跟这个弟弟求 请问一下 这个弟弟可不可以报仇 怎样报仇都可以啊 他是宰相啊 你们是谁啊 你们叫 你明白吗 结果约瑟有没有这样做 约瑟没有那么做 因为约瑟怎么样都是爱他的 守住情深 你明白吗 当然也很伤心 约瑟总结就是刚才我们讲那句话 神猜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留存鱼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保住你全家 我想告诉你 神答应了雅各 我要让你的家族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地上的沙一样的多 神答应了雅各的爸爸以上 同样的事 告诉了他的公公亚伯拉罕 你所望之地都是你的 像海边的沙一样多 天上的星一样 如果约瑟没有被卖 我告诉你 雅各全家都死了 怎么死都二死 我讲对不对 是不是二死 好彩他被卖 他被卖才能够解决去年的计划 对不对 所以全家族性命是不是保留 对不对 所以他讲了这句话 这样看来 猜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 原来今天我被卖埃及 我能够被卖到埃及 不是你们这群坏人 乃是因为神 他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Amen 因为这个梦终于成就了 有没有发觉到重点 重点在哪里 今天你被出卖 今天你欠阿龙也好 今天你跑路也好 今天你发生任何任何的事情也好 今天你生意被人家骗也好 今天某一个人怎么样做也好 今天什么人对你不起也好 神知不知道 所以提摩太后世有没有告诉说 神认不认识我们 认识他认不认得你 再次跟你旁边讲神认得我 神认得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 告诉你旁边 这叫磨念 这个叫提升 但是你要懂啊 如果你不懂 你就不能被提升啊 如果我这个人不是那么烂 又开业总会 又做摇头玩 又做这个那个 我今天哪里做得到牧师了吧 做得到牧师都搞不定 搞不定我们这群天才 我们这里很多天才嘛 神早就知道 当然神不是故意啦好不好 神不是故意啦 你明白吗 神早就知道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想从这场道里面告诉你 神爱你 神很公义 别人对你不公义 约瑟的弟兄 全部对约瑟都不公义 不过神很公义 神的公义里面包括了公平 所以约瑟才能够做到宰相 约瑟做宰相做多少年你知道吗 约瑟进入了丰盛的生命 我大概告诉你 先给你看做多少年 不跟你讲多少年先 先跟你讲多少年好不好 约瑟兼法老王的时候 30岁 约瑟死的时候 在创世纪50章22节 是110岁 请问一下 30岁做宰相 110岁水桃 享受了多少年 80年喔 好不好 好 但是 叫你做约瑟你要不要 很多人讲不要喔 又要被出卖 又要被诬告 你知道吗 又要做监牢 不要不要不要 但是你没有算过 你知道约瑟受苦了多少年吗 约瑟17岁被卖 30岁做宰相 受苦了多少年 13年 享受了多少年 错了是97年 牧师你的数学怎么样算的 我告诉你 约瑟从一岁给老爸宠坏到17岁 有没有享受了17年 17加80多少 97年 请问一下 辛苦13年享受97年你要不要 你不要我要 哈利路亚 所以我想告诉你 你现在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神都知道 但是如果你抱着埋怨 我告诉你 你就是白白受苦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神啊 是不是好像约瑟这样让我受苦 13年 享受97年 我告诉你 你是得到丰盛的生命 Amen Amen 看你的角度怎么样想 我再告诉你 约瑟被蒙福的秘籍 好不好 蒙福的秘籍就在这里 约瑟有两个孩子 约瑟的大孩子的名字叫做马那西 马那西 马那西的意思是什么 你知道吗 马那西的意思叫做忘记 圣经告诉我们忘记什么 五十一节 在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节 他说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 和我父的全家 什么是我父的全家 你说牧师啊 你不知道了 我的妈妈出卖我 你不知道了 我的爸爸出卖我 你不知道了 我的什么亲人出卖你 我今天告诉你 约瑟被卖的情景 跟你旁边讲 看圣经要有一种想象力 你去想象看啊 你去想象看 约瑟的哥哥看到约瑟来了 挖了一个洞 把约瑟踢进去 如果你是约瑟 你在那个洞里面 你会怎样 死就死吧 反正会上天堂 不可能吧 你会不会喊救命 你的救命是怎么样 约瑟的救命是怎么样 哥哥啊救我吧 你要采医我给你 哥哥啊我以后不讲你们坏话了 哥哥啊可怜我吧 圣经里面讲 他有几个哥哥想杀掉他 那几个看到约瑟这样开不开心 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 所以约瑟在求的时候 他的哥哥怎样 眼睛这样看着他 看你怎样死 丢点沙下去 看你怎样死 会不会 会不会吐点口水下去 会不会 那个情况 如果你是约瑟你会怎样 你去不去 够不够伤 请问一下圣经讲说 他在那个深寒里面 他会不会爬上来 我看每个人跌去 那个洞都会爬上来对吧 爬上来爬不上来 会不会满手都是血 有没有 满身都是伤痕对不对 你满身伤痕的时候 你亲哥哥说你带谁啊 你怎样 请问一下你忘记了这个恨吗 我告诉你 紧张的时刻来了 突然间米店那个商人经过了 他的哥哥讲好啊 把他卖掉 现在丢一条绳子 把他拉上来 哎呀我的哥哥终于悔改 要救我了 快点上去 一上去的时候 两个手被绑住 卖掉更惨 你干嘛 请问一下如果你是约瑟 这个丑你记不记得 这个丑够不够深刻 很够深刻 对不对 但是我很感人 约瑟看透了 所以约瑟才会讲这句话 因为你们想过死 上帝却透过这个事情祝福我 Amen 约瑟参透了上帝的心 所以约瑟讲什么 神啊你帮助我 把这些所有的仇恨都忘记 因为他们的计划要害我 但是你却要救我 所以他就叫他的第一个孩子 叫做什么 忘记了 你知道吗 神就祝福约瑟 约瑟真的能够把这一切 这么深刻的那个大伤痛 完全的给忘记 然后约瑟第二个孩子就出世了 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 以法良 以法良的意思就是 昌盛 你知道吗 从此以后 都过着昌盛的生活 我想问你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最难忘记的苦 你最难原谅的人 你最没有放下的那一点 放下了以后开心吗 开心 开心 昌盛吗 昌盛 这就是约瑟进入封身生命的运气 Amen 他真的 透过上帝的力量 约瑟能够透过上帝的力量 请问一下你可以吗 你跟你旁边的讲 我跟约瑟一样 上帝认识我 约瑟发生这样的事情 能够喊于犯上 就是因为 他知道一个重点 上帝认识他 Amen Amen 所以我想告诉你 很多基督徒能够活得很快活 很多基督徒跳不出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忘不了 Amen 忘不了如果是鱼就不错 因为很好吃 好不好 如果忘不了是你的脑袋 我救不到你 好不好 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 神要把耶稣的恩典给我们 我们真的要忘记 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知道原来神有公义 如果神有公义 我不管今天你受多大的伤害 你知道我做了基督徒十多年 这十多年里面我最讨厌基督徒讲这句话 我差一点也长讲 这个叫咒诅自己 我受伤了 我受伤了 我今天想告诉你 你的伤有没有悦瑟的那么伤 你的伤有没有耶稣的那么伤 有一天有个传道人跟我讲话 我听了蛮开心的 他跟我讲说 弟兄啊 如果你的伤比耶稣更伤的话 请你疏苦吧 我相信我们的伤没有耶稣那么伤 我相信你有受伤 但是你的伤没有悦瑟那么伤 如果神可以医治悦瑟的伤 我告诉你 神的边上也医治了所有的一切 你今天所受的任何的伤 神都能够医治 神也能够帮助你 忘记了从昨天 每一分钟别人对你的伤害 当你开始做到这一点 我为什么要做 不是为了那个人 是为了你接下来 你将拥有更丰盛的生命 Amen 接下来 你的生活每一天都会很愉快 Amen 接下来 97年 耶稣的福气 就要领到你的身上 Amen 这个才是重点 Amen 所以我期望今天透过耶稣的故事 看到神的公义 我要宣告神的公义 要彰显在你的身上 Amen 我们把荣耀给上帝 Hallelujah 好 我们的乐团 男士部队 请上来 我们唱歌一下 Hallelujah 来我们都站起来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